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钢铁飞龙奇奇蛋玩具 奥特曼和钢铁飞龙吃鸭给我们带来的两个奇奇蛋里面是什么呢 哇这是两个战车玩具 来看这一个呢 这是奥特曼的战车 哇 它的外形呢像是杰德奥特曼 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后面呢是它的人物 我们按一下下面的保险杠 哇 战车变成奥特曼形态 它的头和两个手臂 我们再把它按下去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战车 哇不错呀 再来看这是怪兽巴尔坦杏仁 同样的原理 哇 它的头好小啊 觉得PK巴尔坦 那么谁会先变形呢 三二一 三二一 开始 哇快看 它们两个呢使平手 因为同时变形 同时从战车变成了人物形态 钢铁飞龙深蓝和铁拳 一个蓝色一个绿色的 我们来看它给我们带来的两个 奇迹蛋吧 哇 哇 这两个是奥特曼的战车 历史上唯一一个堕入黑暗的奥特曼 翻转 翻转 翻转过来 哇 它变身了 再来看这是贝利亚的速敌 赛罗奥特曼 贝利亚和赛罗又一次对战 谁会获得胜利呢 三二一 开始 哇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赛罗奥特曼是战车形态 而贝利亚呢 它已经变身奥特曼形态了 所以这一局呢是赛罗奥特曼获得胜利 让我来对战你吧 钢铁飞龙小兴 这我们带来的是怪兽雷德王 话不多说 三二一 开始 即便是对战两个选手 赛罗奥特曼依旧是战车形态 哦 来看后来的怪兽雷德王 他的头呢在这里 显然这一局他依旧是输了 最后获胜的是铁拳的赛罗奥特曼战车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玩具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看完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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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